今天本赛季的常规赛正式收官 雷霆队在以135-86战胜东欧休战的独行侠之后 靠着57胜25负的战绩 正式以西区头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季后赛 而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3.4岁 这打破了NBA历史上最年轻的头号种子球队的记录 此前记录保持者是04-05赛季的太阳 当时他们的球员平均年龄为25.2岁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场比赛独行侠战术性放弃 雷霆队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取胜的同时 球队的主力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少主SGA打了16分钟 贡献15分6助攻 球队22年榜眼修TED出战12分钟 8投6中 3分球1投0中 发球1败1中 得到13分9篮板1分盖的数据 正负值为正16 整体发挥没有毛病 但出场时间较短就不做评分 作为一名上赛季整季报销的球员 TED本赛季代表球队出战了全部的82场比赛 全情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场均贡献16.5分 7.9篮板2.4助攻2.3封盖 投篮命中率53% 三分球命中率37% 罚球命中率79.3% 而雷霆则从一支上赛季胜率不足五成的球队 本赛季直接化身联盟新贵 在竞争激烈的西区 抢到常规赛第一的宝座 这种进化当然不是仅仅只靠TED一人可以做到 但他的出现 对于球队内外线和攻方两端的整体提升 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年轻的雷霆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这对于一支缺乏季后赛经验 球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球队来说 当然是一种挑战 现在的情况是 西区这边 国王 勇士 醍醐和胡人要打附加赛 雷霆需要等待第一轮对手的产生 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胡人或勇士成为他们的对手 那么雷霆就要拿出超过100分的努力 去防止被黑拔情况的发生 这两支球队不仅经验老将很多 在季后赛身经百战 常规赛时也对雷霆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面对胡人队 雷霆常规赛季一胜三负 而面对勇士队虽然是三胜一负 但两场胜利是通过加十赛拿到的 如果两队季后赛首轮相遇 相信对于雷霆在精神和体能层面 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除了雷霆之外 西区二号种子是绝金 他们今天126比11战胜灰熊 球队八人得分上双 灰熊队这边 去年二轮新秀GG Jackson出战44分钟 36投17中 三分球13都4中 罚球7发6中 爆砍44分12篮板 评分可以给到A 整个4月GG Jackson场军贡献17.4分 4.6篮板2.4助攻一抢断 投篮命中率40.9% 三分球命中率33.3% 罚球命中率70% 这位来自于南卡大学的球员 是灰熊后半季重点培养的对象 今天输给太阳队的森林狼 为西区三号种子 他们季后赛首轮对手就是 六号种子太阳队 四号种子快船 首轮将会对上五号种子独行侠 整体来说 西区接下来从附加赛到首轮的对阵 都应该相当的精彩 东区这边 头号种子是拥有联盟第一战绩的绿军 二号种子尼克斯 三号种子公路 首轮会面对六号种子步行者 四号种子骑士 首轮将会对上五号种子魔术 附加赛的部分 公牛 老鹰 七六人和热火 争夺最后两个东区季后赛的名额 其中热火今天118比103 战胜猛龙 球队去年18顺位老秀 哈马哈克斯出战 全队最多的32分钟 12投6中 3分球4投0中 发球786中 得到全场并列最高的18分 外加四篮板五出攻 正25的正负值 也为全场最高 这两场面对实力比较逊色的猛龙 教练组刻意提高了老秀的出场时间 给了他更多的球权去支配 寒意也很清楚 就希望老秀可以在季后赛打出好的状态 帮助球队前进 而猛龙队这边 球队去年13顺位新秀 200公分的迪克 本场出战29分钟 13投5中 3分球5投1中 得到14分 两篮板一助攻两抢断的数据 正负值负16 评分被逼 此外今天马刺黄峰和开拓者 在比赛中修占了他们的状元 网眼和炭花 斑马弯比 斑马Brand Miller 和黑马大帅哥Handerson 的新秀赛季正式结束 接下来我会专门出视频 分别盘点23年热门新秀们的 菜鸟赛季整体表现 并给出评分 尤其是新秀赛季就砍下场均 21.4分 10.6篮板 3.9助攻 3.6封盖 1.2抢断 菜鸟赛季就成为 联盟封盖王的斑马 他甚至对媒体表示 我还远没有达到巅峰 现在只是一匹右马 实力可能只有 未来巅峰期的15% 最后今天在黄峰 120比110 击败骑士的比赛中 因为多名主力休战 所以给了球队去年 二轮41顺位新秀 贝利小华尔玫贝利 22分钟的出场时间 他尸头4中 3分球2投1中 罚球2发2中 贡献11分 5篮板5助攻 2强断的数据 本赛季贝利小伙 大多跟随发展联盟球队征战 从整体实力上来说 还未达NBA级别 所以没能将其双向合同 转为一份正式合同 今年夏天 他在技术端将会有非常多 需要有目的性增强的地方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贝利小伙的性感网红老妈 还是极度 吸引眼角 兄弟们这一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